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类定义 类是在几乎每种圆中都有的概念 因为咱们这个Cotlin 它和Java的代码可以100%的互换 所以说Cotlin它也是纯面向对象的语言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D面向对象的编程 因为到今天为止的课程 我给您讲都是面向函数的编程 从今天开始咱们讲解一下 如何面向对象编程 第二就是说类定义Class 咱们在Cotlin中该如何定义类呢 今天会给您讲到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这个地方我给您定义了一个 Player类怎么定义 Class关键字加空格 后面加名称类名称 这样就定义一个类 非常简单 后面给您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是咱们类所有的内容 为了简单 所以我没有写的特别复杂 咱们看 我这这个类定义了一个模板级变量 name名字 它是个字符型吗 该怎么用 我这还定义一个构造器 这个构造器就用到模板级的名称了 怎么用 看我构造器传一个参数 furname 然后把这个传进来的参数 furname 付给谁 第四点name 就指这个模板级的内幕 对不对 有朋友说 构造器什么概念 构造器就是说 因为这个的构造器 它不是说这个quote点独有 每种语言中都有类 都构造器 是一个概念 它就是说 当咱们想使用这个类 想实力化这个类的时候 所用到的函数 叫做构造器 那咱们这个参数呢 就是说 当咱们使用构造器的时候 该怎么传参 这是构造器参数决定的 好 接下来咱们的player类呢 我还定义了两个方法 咱们看一下 第一个say hello 这个say hello内容非常简单 仅仅是输出一行log 然后咱们的log当中 用到了 注意看这个地方 模板级的变量name 那坏句话说 咱们在每个函数当中 都可以存取模板级的变量 这个函数就为了 给你演示这个功能 接下来咱们还定义什么 带返回值 带整形变量 带整形竖值的函数 这函数呢 我记得是返回固定值 20 年龄 永远20岁 就这感觉 好 这是这个player类 接下来 接下来是一个match类 比赛类 这个比赛类和这个player类 有什么区别 大家注意看 构造器的位置 player呢 我是单独定义了一个构造器 单独写的 而match比赛类呢 你看 我是写在类定义这行的 这行意思就是说 我呢 这个match比赛的类 如果实力化的时候呢 必须传三个参数 主队 客队 比赛日 同时 同时 这个 这一行代码 还代表 我给match 这个类 赋予了 自动赋予了 三个 什么 模板级的变量 我在player里面 我就要手工写吗 在这地方不用 我这三个模板级变量 就是home away date 它自动会作为 这个match 类的模板级变量 然后呢 怎么该怎么用呢 我是定义了一个函数吗 什么函数 get match info 获得比赛信息 让我输出这三个值 三个值就是 客队 主队 在哪天进行 这个其实就是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这个构造器 传出来三个变量也行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模板级给咱动态 生成了构造器 相同的变量 都可以啊 好 那咱们该怎么用 请看啊 关于player玩家 这不能翻译玩家了 因为还是球员 咱们怎么用 大家注意看啊 VL 一个长量 然后是player 类实力 然后这个player写上 后面呢 加括号 跟一个构造器 我传一个参数 coma 为什么传一个coma 因为这个地方 咱们在定义player的构造器的时候 必须要给一个名字 作为参数 没问题吧 我这给coma 然后呢 输出say hello say hello的内容就是说 大家请看啊 hello 然后呢 是这个模板级的变量name 那是怎么显示呢 我这是coma 所以这地方肯定是hello coma 对不对 一会咱们会看到实际运行结果 接下来 我再输出一行日志 干什么 打印出player 这个实力的name属性 就这地方 因为name它是模板级变量嘛 所以说直接可以引用啊 然后呢 就是说 coma ease 然后再调用一下player下面的get age函数 就这个 int的返回值永远是20啊 coma永远是20岁 就这意思啊 这行啊 哎呀 20岁真的是太年轻 太好了 好 咱们再看啊 接下来 咱们再定一个 vr是常量比赛类 这比赛类 有三个参数 首先是主场 然后客场 最后是比赛日 就这地方定义啊 完全一样吧 呃 第三数 主场是勇士 没问题 进入勇士 客场呢 克里弗兰奇事 没有问题 比赛日呢 2018年1月1日 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再调用一下 这个书道 打印出来 match这个实力的 get info里面的内容 看了info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主场客场比赛日 就是把咱们这个 呃 模板级的参数 直接就输出了 好 这就是咱们大概 kotlin的如何定义类 如何使用类的 基本的过程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看一下实际的运行效果 然后呢 今天这个可能 讲类讲的比较多 所以今天视频 很有点超 实在是不好意思 好 咱们试一下 没有错 那咱们直接运行咯 go 大家请看这个效果 出了三行log 什么意思 第一个log 是hello koma 就这地方 我实力画了一个 这个player的实力 然后呢 我传起来是这个koma的名字 所以说 在这地方say hello的时候 肯定要say hello koma 对不对 say hello 写法是这样 hello 这个模板级的name是谁 他就hello谁 就向谁问好 因为我这传的是koma 所以说 他就hellokoma 没有问题吧 有问题 方法够流洋 为什么 我构造器中 直接把这个构造器传进来的参数 附给了模板级的变量name 所以说这hello的时候呢 直接能够输注 没问题啊 我不能讲了再细了 讲了再细呢 就真的不知道再怎么细了啊 接下来koma is twenty koma二十岁 就这行 然后看啊 在这个字符串中 直接是引用这个player实例的name属性 然后呢 用这个dollar大括号付给字符串 作为这个字符串的一个变量内容啊 然后这koma is谁 同样的写法 但是呢 咱们调用了这个player实例里面的getage的方法 name是属性 getage是方法嘛 方法注意 再加上这个两个括号哦 就这个地方 永远反应20岁 所以说 这行输出的log就是koma is twenty koma永远20岁啊 好啊 太好了 好 再接下来啊 咱们再定一个比赛的实例 这比赛的实例的构造器 有三个参数 主场客场和日期 主场呢 勇士客场骑士 日期呢 18年1月1号 跟咱们定义的这个类的写法是完全的一样啊 好 该怎么用 下面输出一条logo 打印出match这个实例的get match info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这个地方 给他返回了一个字符串 分别是客场 主场 在哪天进行 就这么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所以说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完全一样的给咱们输出 没有任何问题吧 主场勇士 对骑士 2018年1月1号 跟咱们想到结果是完全一样啊 哎 这个就是简单的类定义 以及类的使用方法啊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 关于Cotlin类定义的知识点啊 呃 希望您呢 能够完全的听明白并消化 同时呢 希望您能够敲下我的代码啊 实际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呢 更加加深理解啊 然后呢 今天我代码呢 会放到开转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优酷呢 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 YouTube高清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Cotlin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